寒假过后开学了 机关署担心疫情会扩散 现员张美慧去年收到支持者捐赠 有将近4万片的儿童用口罩 他特别把这些口罩捐赠给花莲县教育会 希望可以一起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最近各级学校开学灯会 以及宗教庆典活动等等时的民众群聚机会是大增 机关署也担心3月份起开始疫情再起 而现议员张美慧在去年岁末之际 收到支持者捐赠近4万片儿童用口罩 23号的下午张美慧就在花莲县教育会召开会员大会之际 将口罩转赠并由理事长江振如代表接受 去年在年末的时候收到将近4万片儿童幼儿用的口罩 我们想趁着在学校开学的时候来捐赠给学生 学校那一起来保护孩子们的健康 今天特别利用花莲县教育会召开会员大会的这个机会 因为中南区北中南都有这个学校的校长一起来参与会议 我们就利用这个会议的时间 让校长们把这个幼儿用的这个口罩能够带回学校 那学校可以储备一些使用的这个数量 让幼儿可以使用 另外如果家庭亲近家境比较清寒的这个这些家长们 那也可以节省一些购买孩子们的口罩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压力 可以降低负担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爱心的口罩能够透过企业主的捐赠 我们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一起来使用 而机关署也表示根据多项监测近期流感病毒、新冠病毒以及腺病毒等 多种呼吸道病原体持续在社区活动 民众还是要格外注意自身的防护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